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跟大家再讲一讲 这个俄乌战争升级的事儿 大家可以看 我前面一直说了 在俄乌战争里头 俄罗斯是相对有底线的 乌克兰是没底线的 美国的话 你看打磕索祸上来的话 一通烂炸 所有的基础设施都给你炸烂了 然后让你直接就回到石器时代去了 那时候的话 你看各种报道 也没有人说 关心当地的民生怎么生活 对吧 你尤其是这种大城市 把你的基础设施 通讯设施 供水供电 全都炸掉以后 你向美国人说 就让他到石器时代去 你看吧 俄罗斯的话 对乌克兰是没有的 因为他还想着炸烂了 还重建 还干什么的 还有损失什么的 他顾忌比较多 但乌克兰这一方面呢 肯定就没顾忌了 而且不断地在突破这个底线 你看前边呢 就是北溪 你看现在的调查 瑞典已经明确说了 第一呢 调查是保密的 第二呢 你不让俄罗斯来 你像这样的一个调查呀 跟大家说一个直接的话 这样的调查不就是掩盖罪证了吗 你又不让当事人来 你又要是保密的 你这个调查有啥公信力可言啊 你的调查肯定是 那个调查过程呢 要公开的 要允许质疑的 然后呢 才能显得你比较公正 对吧 那个北溪管道的事到底是谁呢 跟俄罗斯说没有证据 但接着呢 你看克里米亚大桥又爆炸了 说是乌克兰的安全局做的 所以在乌克兰的进攻下 产生了什么样的那个后果呢 俄罗斯他也就不用再顾及着底线了 那实际上 这俄罗斯他因为他发动战争以后 他一上来呢 他毕竟原来好多都是同民族同国家 他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对科索沃 一上来就无底线 所以他一上来的时候 他还挺讲究的 民用设施不弄啊 还有呢 平民伤亡啊 但是呢 你乌克兰不管呢 平平挂挂都打烂呢 你现在呢 俄罗斯也变成你 你那就打呗 这样的一个打烂的状态下呀 那个以后乌克兰就没法待了 这不是一时半会儿的 这个重建的成本也太大 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亡国灭种啊 可能更多的呢 是有其他的问题 其他的问题我们下期到时候再分析 而这个升级了以后的 你又看到了新的变化是什么呀 实际上现在啊 德国特别难受 首先波兰找他要钱 然后呢 他不给钱的时候呢 你像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管道呢 你像原来 他要做那个北溪嘛 为什么要做海洋的 他就是不通过乌克兰 不通过其他国家嘛 直接能到德国 现在呢 你把他这个管道的海底的给炸了 那陆陆的呢 你从波兰送油的这个管道 对不起的话呢 也漏了 漏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德国的这个工业啊 德国的因为是它是一个能源的高度依赖进口的一个国家 你这个石油管道在漏了 对你影响就极大了 因为的话呢 以前的那个德国啊 在苏联解体后 两德合并 它迅速的发展很重要的一条 是当时呢 前苏联的时候呢 占据东德的时候吧 大量的石油管道 直接就修到东德去了 那个苏联一解体 俄罗斯在继续在卖油 都是往德国这卖 而现在呢 在这样的一个博弈下的话啊 这个德国的日子极其的难过 因为你要明白 现在德国的状态是什么 他因为他是个二战战败国 被美国压着 美国在他那还有驻军 他又没有那么多的自己的武装力量 然后现在呢 博兰实际上就是在挑衅着可能要宣战了 就是等于逼着他呢 他现在跟博兰怎么着 想要这个俄乌战争这个影响呢 正在迅速的扩大化 你这战争打久了 德国的话你会发现 他跟他旁边的法国 其实跟德国的关系也不好 英国跟德国的关系也不好 那么呢 你德国他实际上面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存问题 就是说在欧盟啊 原来欧盟的主心股那是德国 他是中间的领导 现在呢 你像德国他等于受到了各方的围攻 你当然从美国来讲 他要度过危机嘛 他要让德国的这些产业 好多高技术产业能转到美国去 德国的资本能逃到美国去 但是对于这个德国的日耳曼民族的很多人就不行了 而且这些人呢 在二战后也被洗脑的很厉害嘛 基本上呢 在白左泛滥的时候呢 德国也是之一 但是现在这种状态啊 可能局势呢 会起非常重要的变化 如果大家把时间呢 忘久了一点啊 实际上的话呢 在西方呢 就是英美啊 一直把德国当为重要的敌人 而且呢 在此之前呢 英美跟苏联关系是很好的 你像苏联苏维埃革命能重建呢 当时革命初期 他能建立他的工业体系呢 美国给了他巨大的帮助 在此之前呢 实际上英国啊 一直把他和德国的盟约 变成他最重要的 实际上好多中国人啊 他并不知道 这个当年的变化 就是说当年日俄战争 日本呢 也是借了英国人的钱 替英国人呢 去搞毛熊 因为当时 为什么日俄战争要打呢 是因为俄国人呢 他修通了西伯利亚铁路 他的控制呢 要控制到远东来了 而且呢 借着当时的八国联军啊 好多八国联军历史 我们没有说 那个俄国是派了几十万大军 把整个东北战了 所以呢 英国呢 出钱给日本 日本说 东北要还给中国 其实日本对东北也有想法 日俄打起来的时候 俄国被打得很惨的时候 为什么这战争不打了 而且呢 日本啊 一分赔块也没要着 这里头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其实中国人知道的并不多 他实际上那时候呢 俄国和德国要结盟了 这个对于英国来讲是一个重大利益问题 当时呢 他们签了一个叫做必游客条约 这个必游客条约啊 虽然签订了 后来没有执行 为什么没有执行呢 就是英国的压力下呢 英国让日本 乖乖的 跟俄国呢 签了一个让俄国满意的条约 也就是说的话呢 东北还是给中国了 那个俄国想要占中国 东北的也信没有了 俄国在东北的这些权益给日本了 除此之外呢 他实际上给日本的东西并不多 他的远东的很多权益呢 还被保留下来 否则在当时呢 从俄军溃败的情况来看呢 他有可能他的西伯利亚 他都守不住 这时候是英国给他加的压力 为了什么呢 就是俄国不能和德国结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而现在的话呢 我一直在说 在世界的这个博弈当中 这个变化快着呢 德国和前苏联 现在呢 德国和俄罗斯 到将来的话呢 巨大的利益重组 可能呢 会在这种激烈的战争当中 就会发生了 因为你这个德国的话 他要考虑他的一个民族生存问题 而这次整个的欧洲的这个油气危机啊 其实最难受的就是德国 为什么说这事呢 你就想想吧 俄罗斯现在送到德国的油气阀门在波兰 波兰应该起码的话呢 比德国过得好 就是说你德国有 波兰肯定先有 然后呢 你向旁边的荷兰的话 荷兰和英国的翘牌 前边呢 我们也做了一期节目 那荷兰本身呢 他自己产天然气就巨大 然后他限制增产 当然有故事了 他为什么限制增产啊 然后法国呢 他也有自己的油气来源 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不说了 那个下一期节目呢 可以专门讲一讲 这个法国的故事 所以在这个欧洲啊 他那个油气没有抓手的 就是德国 而且德国的原来的油气的抓手 就是原来全苏联到东德的这些管道 所以对于德国的话呢 他有非常巨大的经济利益在这 而且他呢 和其实英美的这个日尔曼人和昂萨人呢 他也有他历史的仇恨 所以这个事啊 对于中国人来讲呢 我们说了 一直咱们就保持中立 去看着欧洲呢 乱一点 对中国没有什么坏处 然后欧洲呢 有些的资源呢 也会往中国这来 大致的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呢 俄乌战争升级了 升级了以后呢 这个利益战队啊 以后会重组的北约内部 矛盾也是很大的 我们可以看呢 联合国呢 也开了大会了 不承认呢 俄罗斯的这个公投 表示否决了 但这个联合国的否决呢 现在越来越成为了一个 就等于是仪式性的东西了 因为的话呢 俄罗斯呢 现在也是五常之一嘛 他有否决权 你很多的真正联合国的决定呢 他都可以否决 他把你不予承认 而且你做了这个呢 你也没法拿他怎么着 包括呢 你像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 不是也是联合国一致的反对中国吗 那时候 我们还不是五常的 苏联投了弃权票 而这一次呢 俄罗斯肯定要否决的 你这个下边的怎么样的发展 就是说你想对俄罗斯怎么着的话呢 你要像对于五常的国家呀 联合国呢 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 里头的 还会有更复杂的一些故事在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呢 对这个联合国的投票啊 中国的态度其实挺明确的 因为中国呢 是投了弃权票 据说呢 印度也投了弃权票 意味着什么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是保持中立 我们并不是说完全站在俄罗斯 就像我一直说的 在俄乌战争的状态下 中国呢 就是应该保持中立 不要那么早的站队 因为呢 你可以看世界现在 怎么站队 都是在随时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 谢谢大家 今天这期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